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有如下思考 为什么西方人在跟中国人打交道的时候 在一些细节上总会被中国人鸡押一筹呢 为什么中国人的这些骗术小伎俩 说一套做一套总会如此奏效呢 在我进行一些深入思考之后 我发现事实上每一个中国人 他都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大事 请听我娓娓道来 人为什么要说一套做一套呢 人为什么不能言行一致知行合一呢 那么人这么做必然是有目的 他一定是为了掩盖隐藏一些什么东西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 大部分人在工作当中 在社会合作当中 对于对于除了自己家人 除了自己亲人以外 那么首选的就是要说一套做一套 这个呢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个精髓 那么说一套做一套最大的好处呢 就是可以保持一种信息的不对成 中国具有几千年的专制历史 当今中国呢 亦是一个马列主义政党统治之下的极权社会 那么大家知道任何极权社会 他的社会资源分布都是以金字塔式的排列 越是顶端的人 他会掌握越多的社会资源 那么每一个金字塔的处于某一层的人 他所面对的都有比他高一层和比他低一层的人 在一个极权社会当中 每一个人 因为人的本性啊 都是想要平等 都是觉得王胡将相另有种妇 对吧 凭什么你能捞的比我多 你能掌握的权力比我多呢 所以说呢 为了维持维护整一个金字塔体系的稳定呢 每一层的人他都会倾向于向下一层的人 隐瞒自己到底掌握了多少实际资源和实际权 那么这就是真正的说一套做一套的最大的用意所在 举个例子来说 就以医疗系统的例子来说 医疗系统内部那些既得利益集团 也就是进入了高级支撑 副高和正高以上的这些医疗人员 他们对外口口声声 对吧 宣传跟宣传的保持一致 对吧 就是说行医 对吧 要一切为患者着想 然后呢 又是不能收受患者的好处 收受患者的红包 但是呢 实际上背后在干的东西是什么呢 其实他们心里非常清楚 这就是典型的说一套做一套 他们对外面对他比他们等级低的人 采用一套官方的冠冕唐红的说辞 然而在这些中层级以上干部的内部 他们有一个小圈子 在这个小圈子里 他们相互之间沟通交流 其实是完全是采用另一套说话的方式 你没有进入到这个小圈子里面 你甚至都无法想象他们的这种语气是怎样的 他们这种语气是如何的唯利是图 是如何的有一种匪气在里面 中国社会 实实处处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小圈子 小圈子当中套着更小的圈子 当一个人从一个低层次的圈子 进入一个高层次的圈子的时候 也就是说 例如他在被升职 或者被提升进入下一个圈子的时候 我想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这样的体会 就是有一种 茅塞顿开 醍醐灌顶之感 原来你们是这么玩的 我之前竟然从来没想到 那么他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 因为他已经进入这个圈子 所以他就会融为这个圈子的一员 他会学着这个圈子内部的其他人一样 对外部说一套做一套 隐瞒他们内部真正的真相 如此就循环往复 金字塔一层一层向上爬 他们掩盖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所以说呢 同时这个人的这个说一套做一套的能力 就越来越达到一种炉火纯青的地步 因为在每一次 每一次金字塔攀升的过程当中 都有说一套做一套能力 不够合格的人会逐渐被筛选 被踢出这个小圈子之外 使他的社会阶层就固化在 他当时所属于那个圈子 由此可见 外国人西方人 在民主社会生活久了的人 想要跟中共国的高层人员进行谈判 那么我觉得这个事 事实上是完全做不到 如果他们 还是以民主社会当中 人与人之间关系去看待那些 来自中共官场高层的这些人机 那么他在谈判当中 那必然会 被中共这些官员的花言巧语 各种海阔天空的夸下海口 各种各样的保证 各种各样的承诺 所打的天花乱坠 但是最终 他们得到的将是一场空 这也就是说 中国的中国人 每一个人都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大事 好的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同意我的观点 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订阅点赞 Wolf Media 点亮小铃铛 谢谢